转载自摆家号作者,篮球快报修萨西,虽然没有激情刺激的比赛,可也不会太过无聊,抛开让人俯想连篇的转会市场不说,NBA球星们的日常动态,也是比有一番趣味儿的,欲求你对碰到,忙着换女友的,还有去乡下班专的,比如温彼得。 这位来自于他卖龙的非洲球员,因为参加NBA非洲赛的缘故,才渡踏上了非洲的土地,闻着家乡熟悉的气息,满目都是贫穷与落后。 在训练比赛之余,不忘的恩彼得忍不住,充当起了班专工人,帮助自己的非洲红包们,去建设新房屋,有好事的美国媒体忍不住,晒出了恩彼得的班专照片,还在土旁佩文道,恩彼得正在推着他的最游戏萌司,在这个夏天打出的铁。 Brick这次词很有意思,他的本意是砖头不假,可如果放在了篮球相关的语境中,就有了投射的意思,也就是打铁。 没想到队友恩彼得在非洲班专,都能够让吴希蒙斯哭躺枪,只是,看着自己那可怜的投篮命中率,这位来自于澳大利亚,的撞却又发现自己无力百搏。 西蒙斯在篮球方面的确实天赋一饼,速度快,爆发强,力量十足,控球技术细腻,大局观极佳,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,都想足了当年的魔术师或者是詹姆斯。 只是天赋如此出众的西蒙斯却不会投篮,虽然上赛季场军贡献,15.8分8.2助攻8一篮板,但是这些得分,绝大多数都是,来自上篮或者扣篮。 整个赛季下来,西蒙斯三分线外一共11次出手,无一命中,命中率是可怜又可笑的0%,这让西蒙斯在近后赛被对手严重针对。 在与凯尔特仁的东部半军赛较量中,西蒙斯单凡拿球,凯尔特仁的防守球员都故意放空他,给头不给突,面对那空空如也的防守,西蒙斯却此活投不进去。 在尽二的较量中卡下了精神奇鬼的一番,一时间,网络上处处都充实着,对于西蒙斯的嘲笑声,在这个夏天西蒙斯痛定思痛,在陪行女流展那浪漫之余,他偶尔还是会练习,一下自己的投篮技术,为此,他还发了好几次推特,显示自己的灰汗如雨。 不过,投篮这个短把绝对不是短时间就能弥补的,就是以詹姆斯那种出了名的自律与刻苦,也是用了几十年时间,才将投篮的短把给弥补过来。 更别说一边牵着詹姆的小手,一边练习投篮的西蒙斯了。